大家好,我是星山幼蜂人 今天回来看蜜蜂 蜜蜂已经完全进入囚房了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蜂蜂的情况 大蜂蜂又来了 大蜂蜂又来,抓蜜蜂了 在我们这里,现在主要就是小蜂蜂 就是这种小蜂蜂 每天都在朝门口,抓这个蜜蜂吃 上一个星期回来,喂蜜蜂的就是这一箱蜜蜂 这次回来还是这一箱蜜蜂 再喂一下蜜蜂,看看什么情况 这个就上个星期为了蜜蜜水的 外界的蜜蜜蜂现在应该是比较充足了 因为蜜蜂的蜜蜂基本上都有蜜蜂蜂蜂 现在就要是外界有蜜蜂蜂的时候 进行蜜蜂蜂 奖励是蜜蜂 现在奖励是蜜蜂蜂 现在的蜜蜂是好多发粉肥来的 就可以省弃蜂蜂的工作 我看了几箱蜜蜂 现在的蜜蜂有一些是切蜜了 有一些是不切蜜 蜜蜂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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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蜂蜂蜂蜂蜂蜂蜂�蜂蜂蜂�蜂蜂蜂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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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���� 是不太足的 现在如果奖励四位 肥来的蜜蜂 是发粉是肥的特别多的 现在秋房紧皮也是很重要的 把蜜蜂紧皮以后 让蜜蜂密集一点 这样有利于蜜蜂的繁殖 所以现在的工作 就是蜜蜂比较少的 要把那个老巢皮提出来 加皮现在是加不了了 今年下半年 在我们这里一般都不加槽皮的 很少的一部分 可能几个箱可以加一下槽皮 其他的基本上都已经退皮了 现在的蜜蜂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少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蜂蜂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